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这一支是文氏2251啊终于做看到一只就比较现代一点的笔了然后不锈钢这样子啊啊最近一直在找一只那个铝合金的或者钛合金的笔了然后一只无奈的啊没有去怎么讲呢看到一只喜欢的啊 因为我对笔也很挑但是挑一挑去好像最后还是欧系笔比比较适合我嗯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也是一样中国笔那个尺寸看一下笔顶笔顶反正就是一个的这样子车下来就慢慢弯弯下来的因为你看这里是圆的然后本身是一块圆片然后慢慢压压压推推推这样子推到这样子这边也是对好那中国笔尺寸看一下是不是按键哎终于是一只民间 好开心好开心好那个民间啊不对民间的话我就可以对比一下按键就那个没办法那按键的笔了有什么推荐的麻烦告诉我一下那个哪一只就是做一个标准就是比较合适的你们告诉我一下然后我看一下你们或者微信公文讲也可以然后我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合适的我去搞一只好了然后最好是那个欧标的或者百乐的 那别的那别的的话就是哎按键的我想起了我有那只LS收起来了对我嗯好那这样子那个笔尖的话26号的一个笔尖然后呢再下来 那个7的大小的话就是感觉有点偏飞机间的这样子一个形状啊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拉米的那个Selfry就是那个那个字怎么读啊 涉猎者吗还是什么那个狩猎者涉者啊啊啊普通话毕竟不是母我母语啊反正就是啊啊普通话不标准请见量啊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先那这个笔也是偏小的一个笔 好那个来看一下嗯132.9133吧然后再下来是112的116的一个拔帽长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 呃重量啊拔帽重量9.3金属笔来讲应该也算是有史以来比最轻的吧是不是最轻的我真的不记得 然后这个啊夹在一起看一下15.8那金属杆的笔来讲他还算轻的因为金属杆的普遍都是在那个多少好像是20左右吧那轻了5克而且是金属这种高分子材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也是一个纹饰的一个钢笔了这个2251然后上面的这个伊利 所以而这次法呢是三支的一个状况来讲比较好的然后也没有歪 然后伊利看起来也挺长的圆圆的但是打磨上来讲倒是没有很大的惊喜了因为像万宝龙和百利金的那种打磨方式还是很少别人做得到那有那样子一个斜感其实还是挺难的啊那这是 这是大概的看完然后我们再下去下来看一下这支笔 那这支笔呢呢引路眼帘的第一个我看到的地方比较喜欢的是这这头尾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平常头尾的话你像你看我最喜欢的笔也是这样的 你看这里这样子那像他这个的话工艺上我觉得是应该一块圆片 然后慢慢压压成这就竖这个形 因为我看这里他没有什么套筒什么的他应该就这样子慢慢压给压出来的 然后像但是他头尾都这么做那 那平常国产笔的话他基本上都是这里有个装饰件这里在一个装饰件 然后那个装饰件上面还有个尖尖的那个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讲在国产笔里面还是挺眼前一亮的一支笔 笔家的话非常紧呢很难拿出来而且也这个比较厚度也比较薄啊 就是他这个缝隙我指的是这个缝隙平常的缝隙会大一点这个缝隙比较小 然后这个的话他这个笔其实的话可以在那个笔笔握的话我觉得也OK 然后这个笔环上面的话就这个黑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亮面的度落的那种金属吗 那会好看很多跟这个有一个呼应这样子 这个黑黑的就感觉差那么一点 那笔的话大概是这样吧 我觉得其他的真的可讲 可讲的地方也不多了 然后我一直不太懂他这些 呃国产笔他那个的 呃克制啊一直是个米页 他是基雕的还是手雕的 但应该是基雕吧还是说是一个干硬给他敲上去的 因为他那个这个纹吧又很细但是又不深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是那个笔尖的话 我刚刚也看过但是看这个形状有点像那个飞机间的不太确定是一个新的还是一个 呃现场的笔了但应该不是现场笔吧这个因为现场的话 英雄永生然后墨将弹笔就基本上反而是这几个 嗯然后再下来的话应该没了我试一下上墨吧我觉得 哎呀这我感觉我的墨水一大半都是4比4枚的写的话感觉也也没有那么的 多我觉得再上一下吧好你这个 然后每一次这样插然后挂一下墨我感觉这里的墨其实也挺多的 然后我把这个给盖一下啊 ok 好那个我拿一下本子来 ok 这个纹4 哇这 哇太细了吧这个 呃没对加吗对一下 哇太细了这个 2251 哇真的特别细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特别细特别细 文42251 然后这个 来 看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出没然后我用力压一下啊用力压还是有的 然后你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几个我去 刚刚那只特技笔还没有到这么细的这个真的是真的叫这个真的叫细的 然后这只放一点点 然后这只放一点点 这 那 我都完全是不黑的那种呢这个这个笔真的很细 而且鞋感真的挺不错的很扎实 这个 但是笔我还是对我来说偏细的正常来讲的话中就国产的中国笔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笔我其实还不算细的 但是我拿还是觉得偏细 对比 那你看这 我这只Waterman还是 0.5的我想说 你看这个对比太大了太明显了 这让我写完了 那你看这鞋感你看这个超级超级细真 除了细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纹饰上这只的话倒倒挺给力的 然后这个的话 他下面的这个笔握把你握起来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就是平常的那个像鞋二的那个21k吗 他那个鞋感特别特别松 这个的话完全就不会 但是他本身金属感吗 但是又很轻 然后呢书写上的话 哦你看这个粗细度 啊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都忘了 就是感觉就是很怎么说很顿 但是不会瓜子没有到瓜子 但是这个纸非常的 本身这个纸嘛 他就你看这就笔又很细 但是你又感觉到这个笔很顿 就是这样子一种很微妙的一个组合了 像那个 嗯 Ballpoint Pen它肯定会更滑一点 但是你看这个触记录 我真的头一次看到这个干笔是真的细成这样子的 因为像欧系日系的话应该很难打 也很难达到这个标准了 这一支真的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一支笔的啊 难得就看到一支还挺开心的一个笔 那行 整个评测差不多就到这里吧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叫微信 或者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如果什么忘了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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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